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陽光暢暗 春風呼呼響 春天來了 樹枝我們來看一看 看 都有心芽 最近國內的疫情很嚴重 然後現在 也就造成了這種 全球性的這種 特別是華人吧 這種恐慌吧 所以最近也沒有做太多視頻 再加上 有時候自己 因為現在我也開始工作了 非常忙 所以一直就沒弄 今天天氣好 出來轉一圈 給大家做一個邊走邊說吧 一個是 我們看看 現在溫哥華的情況 再一個也是想 跟大家聊聊 最近這個中國疫情的事情 也不算是聊吧 就是覺得 這個事兒 現在因為是地球村 所以哪裡有個事兒 好像沒有什麼地方 就可以幸免的 對吧 不管是哪個國家發生 軍事的動盪 政治的動盪 還是經濟方面的問題 還有 比如現在這種 疾病啊 這種瘟疫 就好像 大家 你不管在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地球村裡面 出了什麼事兒 你都能感受得到 它對這個 它對你家人 對你的親戚朋友 甚至對這個社會 造成的這種影響 所以有時候 就感慨啊 每天一睜開眼 看著這美好的天 看著這 周自己的家人 就覺得很幸福 其實我們 人生在世 你說你會求什麼呢 對吧 有一個 平安幸福的家 有一個 養生立命的工作 還有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房子 就是最大的好 對不對 可能通過疫情 可能國內的朋友 會感觸更深吧 因為 大部分的省 都是行 都是 進行了這種 隔離啊 或者進行了這種 封城啊 大家都在 如果你家裡沒有病人的話 那絕大部分的人 可能現在都處於就是 閉關修煉當中吧 我覺得這也好 其實有的時候 會 如果是從 正法兩個方面來 看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 你的 心裡會好受很多 第一個如果是我們從 當然從不好的方面講 這個瘟疫啊 都造成了很多 人員的死傷 造成了恐慌 造成了我們這個心裡上的 就是不舒服 甚至一種 受到威脅啊 受到 這種 就是莫名的這種 憤怒也好 莫名的這種 擔憂也好 甚至莫名的這種擔憂 擔心 或者說 甚至有的人 就是 很這種 憂國憂民的人 甚至為這個全人類 全社會的這種 走向 都會擔心 心裡的 對某些政策啊 某些 這種制度啊 甚至有種 莫名的這種 憤怒也好 憎悟也好 甚至還會有謾罵的這種 情況出現 那麼 這些東西 都是極其的 負能量的東西 當然有的時候就是說 人嘛 需要 把一件事情 我們總是原來學 再往回走 我往前走了 沒太陽了 我們去找個有太陽的地方 我們在講這種 我們當年學哲學的時候 就說要辯證 辯證的看待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再 反過頭來看看 這個疫情 對我們人生 對我們自己的影響 或者是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其實 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啊 對嗎 這種優勝劣態 就是自然的一種規律 它可以說 會某些方面 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東西 那麼 因為這些負面的東西產生 人們可能會有更積極的想法 去為將來 去做一個更好的改變 我是這麼看待的 因為通過這個疫情 我們可能會反思 對吧 我們到底一個人的行為 會對這個社會造成多少的影響 就像之前有人在朋友圈裡 曬的 吃蝙蝠啊 吃野味啊 吃這吃那呀 不該吃的都吃了 對吧 該吃的都沒吃 唉 那麼他們這些都是個人的行為 但他 終究會對整個社會 造成非常熱烈的影響 那麼通過這些閉關的時間 通過我們 像我們在溫哥華 雖然說 離國內的疫區比較遠 但是 因為我之前講了 這就是個地球村 也有多少 這邊也有病例 對吧 大多地區也有病例 大家都 不可能說 你就完全幸免 或者說我可以袖手旁觀 或者說我可以幸灾樂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從這個方面的積極感 其實你個人 你的行為 你的方式 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 那麼我就該思考一下 對吧 我個人 將來該做些什麼 為這個社會 我該怎麼樣看待我 個人的行為 我家庭的生活方式 甚至我為這個社區 做了些什麼 那麼 第二個呢 就是我覺得 在這個疫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去反觀我們的內心 我需要什麼 我的孩子需要什麼 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 其實現在很多 特別是國內的家庭 現在就是 孩子沒法上學嘛 大家都窩在家裡 那很多人就很操心 說呀 我孩子的這個課沒上 那個課沒上 你的孩子需要上那麼多課嗎 他如果 連一點 這社會發生了什麼 他都不知道 這對他的將來是好的嗎 如果連基本的說 我對我自己負責任 對社會負責任 這麼一點基本的責任心 咱都沒有去觀照到 將來這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呢 所以我們需要就是 通過這個東西 我們就要思考很多事 看看到底 我們能 為這個社會 那麽說 不說得太大了 那麽我們 為我們自己的家人 將來可以做些什麼 有些哪些方式可以做到改變 有沒有更積極的方式 來面對這些危機 來面對這些問題 甚至把有些問題就是 不讓它發生 或讓它減少它的 對家庭 對社會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 非常 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然後就是孩子的這種 教育吧 所以有的時候就總說 哎呀 我們家孩子今天這節課 這個鋼琴課拉下來 這個化學課沒學 這個物理課 有考試沒考好 那你想 當面臨的真的大的災難來說 我們這些事情 都沒有辦法進行的時候 我們該做些什麼 作為父母 我們能做些什麼 人是非常渺小的 不要總覺得覺得 我可以主宰我的孩子 我可以主宰我的家庭 也是做不到的 當社會的這個 整個氛圍發生變化的時候 人是何其的無力 對吧 唉 來我們看看 這玉蘭 看看 花苞 都出來了 毛茸茸的 很美 是不是 大自然很美 我們的生活很美 我們需要 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 又需要做點 做點什麼 我們又該反思到些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疫情的來臨 可能是個災難 可能也是個性質 可能對於政府的層面來說 那通過演練 他可能 將來面對同樣的情況 他會有更好的機制 更好的 這種措施 來避免事態擴大 那對於我們 一個家庭而言 那麼將來面對危機 我該做些什麼樣的準備 對於我們的孩子 他們將來面對的社會 可能比我們 還要更複雜 甚至說 很多情況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那麼我們怎麼給他一個 將來可以應對的 這種能力呢 唉 我好像今天 有點這種 說的多 可能天氣好吧 然後能有自己 有一個出來的話 心情舒暢 然後想的有點多 就是 當然我們為願 天下太平 我們為願 是 天下太平 人民安康 為願家家都能幸福美滿 希望這個 疫情早點過去吧 希望我們 面對的困難會越來越少 也希望我們 在面向美好的時候 反觀自己的內心 如何做到更好 更充實 如何才能達到我們想要的 更自在更自由的狀態 好 今天就 我就不講了吧 就講到這些 想到這些 來我們再看一看 我們這個美麗的小樹蓮吧 鳥叫聲 春天來了 也祝大家 心情愉快 精神健康 祝我們的世界更加美好 好 今天就到這裡啦 拜拜